定向降准是不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心的一个办法 到了第三第四季度 我们还会需要更宽松的一些的货币政策 有很多从业人员会说 我们这里的单个理财产就没有风险 信托产品不一样 信托公司没有很多资本 这些风险是大的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王志浩 他的经历十分丰富横跨智库 媒体和金融机构 他曾是我的同行 供职于英国经济学人 他在今年被选为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外籍专家 让我们来听听关于中国短期的经济和长期的改革 他怎么看 8月中旬国务院发文要求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落实好定向降准措施 这一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依然是困扰中国经济多时的企业融资高成本 通过货币政策调节流动性的节奏和走向 进而触发经济结构调整的发声 央行肩上的担子着实不清 而事实上 由货币洪流推高的地产泡沫和基建投资泡沫 又制约着变革的发声 首先关于货币政策 人民银行最近采取了一种中间办法 作为一种定向降准的办法来放出一些流动性 似乎是不想给人以大规模放松的这个感觉 但是定向降准也面临一些自己的问题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心的一个办法 我们都可以理解他们的逻辑吧 他们看到一些什么中小企业 有融资问题 农业 山农问题 还有澎湖改造的一些项目 他们都需要资金 所以说他们是通过这些统计来 试图去治愈这些 问题是钱 钱是非常难去控制 所以说我感觉在货币政策上面 就是这些定向降准的不是特别重要 最重要的是货币市场的利率 然后从去年下半年5%的期间的回购利率 已经涨到3%到3.5%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政策的变化 货币政策已经有宽松的趋势 我自己感觉到了下半年 我对这种需求 我对经济增长不是特别乐观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是到了第三第四季度 我们还很有可能会需要更宽松的一些的货币政策 所以说我还在预测下半年还会有一个全面的降准的一个动作 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货币政策有时候可以宽松 有时候可以紧 不要太担心 我注意到你事实上做之前吧 做很多的这个实力调研 最近有外媒报导说天津的滨海新区在造自己的一个中国的曼哈顿 我注意到之前包括杭州在内的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这个尝试 可以说是就是最近几年比较普遍的 今年可能刚开始有一些变化吧 我也发现就是这个说明一个地方是一个贵城 或者不是一个贵城 这个是一个清兰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知道很多外媒三四年之前 就是开始报那个郑州新区就是一个鬼城 拍了很多就是美国的电视台区的那个60 Minutes也去了 然后发现就是今年呢 这种新区很活跃了 很多办公室已经有人了 商场有人了 所以说这个可能中国 中国有时候会有一个你先建起来 然后两三年之后它能慢慢的赴到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就是Kambashi 和俄罗斯那个地方可能是比较慢 可能永远会变会会作为一个一个贵城 所以我感觉是这个问题一定有 但是不是非常的 但我注意到这个和这个天津曼哈顿相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或者说城投公司 2013年的收入下降了68% 收入总额实际上连当年到期债务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目前好像说不少地方的城投公司已经开始转制 变成地方的国企 我估计我们都知道财政部有一些新的一些改革的想法 就是把那些投资平台的融资的功能拨出来 还给那个地方政府的财政部 然后就是同时要慢慢的允许地方政府自己发自己的债 这个当然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 因为你就是on balance 不是非标 非标 就是on balance 是比较透明 但是这个方法 当然不会解决以前的债务 所以说我还是搞不清楚 这个什么20万亿左右的人民币的债务 最后怎么解决 我个人感觉可能是地方政府要开始把一些资产拍卖掉 然后也有银行可能有一些银行会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还有我想可能中央政府也可能要参与 但是这个可能这个最后的一个解决的一个 以前的债的那个改革可能 那个那个措施可能要等几年才能看到 近年来银行基金信托券商以及互联网平台推出了五花八门的 理财产品 这些产品在为市场补充流动性的同时 实际上撬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口子 当然他们身上同样反映出资金市场供求失衡的尴尬局面 我时常看了你那篇文章关于理财产品 你是提到我们应该把银行管理的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管理理财产品去分开来看 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问题上就是理财和信托这两种产品 就是法律上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法律上他存在所有的风险 所以说投资者必须小心的买这些产品 但是背后这些产品的资金去哪里 我们发现这个理财和信托是完全不一样 大部分的理财产品的资金 据我们的一些研究会留到银行间市场作为协议存款 就是基本上是带给另外一家银行 然后拿到那个银行间市场的利率 然后这个最近那个三个月的repper是4% 5%左右 所以说这个已经这个利率已经足够高 能够承担那个理财产品的4% 5%的汇报率 然后大部分的资金到了银行间市场 这个资金应该是安全的 而且它的有容性是比较好 只有20% 30%的这些理财的资金 会留到实际经济 会到房地产投资平台 这些项目当然有风险 但是因为只是20% 30%的资金量 所以风险再少一些 如果是新投产品的话 大部分的新投产品的资金 会直接留到房地产 其他的投资平台 80% 90%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个风险本身比较大的 第二个是银行 如果一个理财产品 它出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银行会用它自己的 庞大的资产不代表支持它 所以说理财产品的人 法律上它有风险 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风险 新投产品不一样 新投公司很多没有很多资本 所以说它的贷款取问题的话 那当然它会找很多办法 来找一些资金 跟投资者商量 说OK对不起 你要等几个月才能还给你 然后我用其他的资金来源 去补贴补充给你回报 但是这些风险是大的 但事实上我在地方也有听说到 有很多从业人员会说 我们这里的单个理财产品没有风险 如果出风险 肯定是局部或者系统性的风险 考虑到系统性风险 当局不会被当局允许 所以我们这里的单个产品 也没有风险 我这两个问题 你对他们的这个逻辑怎么看 新投产品无个人感觉 它本身有风险了 因为刚才说的大部分的资金 会流到房地产和乘头 那房地产我们现在都很清楚 它已经那个行业 已经有很多困难 然后这些困难不是下个月 下下个月能解决 可能是一个 至少半年很有可能 一年的时间才能调整 所以说我同意这个观点 新投产品有风险 我们也听到很多 就是单个的产品出问题 然后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的新投产公司 和当地政府 他们开个会 开一个小会 试图去从借银行的钱 或者是政府 一些其他的企业借钱 来不要这个产品违约 因为它知道 对地方政府会违约的话 会有一些问题 但我个人感觉 这样子的做法 第一是不对的 第二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贩地产是真的出很多问题 所以说我估计资金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到了下半年 新投产品真正的违约的可能性是增加了 而且市场好像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你去看那个新投的 就是管理资金的规模的增长率 已经下降了很多了 一国货币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可 一定程度上是其经济实力外溢的副产品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 人民币多国结算协议的推进 已经勾勒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蓝图 货币跨境流通的阀门才轻轻打开 我们知道渣达有已经做了 大概三到四年的这个人民币国际化指数 两三年吧 两三年 从最近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的这个发展来看 或者从你自己的观察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最近的进展大概是怎么样 这个指数是包括里安的存款 人民币存款 里安的人民币外汇交易 交易量 还有里安的债 就是点清债的发行量 还有那个贸易 贸易方面的人民币来计算进口出口 所以说在这方面 是种市场的活动 我们发现最近两三年就是一直在涨 那最近我们发现 对我们客户来讲 最重要的一个进步 就是一个资本账户的一个口被开了 外公局就开了 那就是说很多国有企业在中国已经有十年 二十年的历史 已经赚了一些钱 但是这个钱是被locked up 没办法把这个钱就是还给总部 或者把这个钱放在另外一个国家去投资 所以说对最近一年我们看到一些新的进展 现在有一个口了 有一些条件满足了之后 你可以就是用这个资本账户的一个口把你的国内的钱金借给你的国外的中部 你也可以如果需要资金 你也可以从你的中部借钱进来 这个钱应该是人民币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口慢慢的扩大 我感觉这个是对未来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据我说的只是一些快国企业可以做 那未来当然可以一些民营界 中心中子的民营界和国有界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说这个人民币是自然的流动 从利安到国内 从国内到利安 这个对全球的人民币化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你提的这个相对比较微观比较细 如果往大的说 最近看到卢森堡法兰克福包括伦敦 包括亚洲的一些城市都在征这个人民币利安中心 给很多中国人一个假象 似乎中国在不做完国内的一些金融改革 包括汇率利率的一些改革之前 就可以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 对这一点你是不是有一些忠告 我觉得这个东西 人民币完全国际化可能需要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 不是一个一年 就是一年或者一天能够办好了 所以说这个可能需要 你当然可以建立起来 一个一个中心 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银行作为一个介绍银行 但是说服本地的企业用人民币去投资 说服当地的老百姓用人民币存存人民币或者买人民币产品 这个需要很大很长的一个过程 开始了 但是可能不是一个很快的那么长的一个东西 今天与王志浩的对话中 我得到的启示之一是这样的 余额宝的理财产品最近开始提醒投资者投资有风险 但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对此当真 王志浩答 美国被认为最为安全的货币基金产品 在2008年也面临了违约 给美国人好好上了一课 看来投资者教育最为好的办法 还是打破刚性兑付 允许违约 让危机来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